来看到阿里山的森林铁路 从莫阿克风灾之后停驶 经历了六年的新建跟修复 前天也进行了嘉义北门站到阿里山站的通车测试 当火车缓缓停高到阿里山站 测试员工都兴奋欢呼 而且要迎接就是12月25号全线通车日到达 那么去年初呢 逐期到奋起湖恢复通车 逐线的奋起湖到阿里山段 以及受创最严重的二腕坪 以及最艰困的坪遮纳 跟多灵隧道新隧道工程 最近也陆续完工 共花了10亿来复建